这小家伙可以,纯土留下的 这母牛也就一般般 不过骨架还有那么大 就是有点老了,太老了 这家伙早就起口了 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就已经起口了 因为当时买的便宜 来的时候下了山头了 但是这一次是最漂亮的 也是我们三代总公牛的后代 今年下的太多了 全部都是公牛 冰雪这个牛犊还可以 花色很漂亮 白头近年标准的西门塔尔的四代的花色 只是身上的花色没有花色 其他的地方呢 头啊脚啊尾巴都是白色很漂亮 四代的花色 并且骨架还够用 用土牛改良 这个牛犊算是比较OK的了 能下出这样的牛犊 已经非常自足非常满意了 门 这家伙的骨架够用了 很漂亮 如果是单独看这个牛犊 如果是单独看这个牛犊 说是一个土牛下的 估计没有什么人相信 这个改良效果可以吧 以前不是很多人说我们三代总公不行呢 你看他的后翼啊这么漂亮 所以啊总公还是要见牛犊 看他的牛犊怎么样 光看公牛的话是看不到的 只有看到后翼之后才知道 这个肱牛 这个肿牛到底行不行 这个母牛太老了 等这个牛多大一点 断奶之后 这个母牛就要把它处理掉了 再养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实在是脑都不行了 现在太瘦 要把它养肥一点 这家伙估计是不是怕热啊 那垫了炒的地方不睡 要睡在这个地板上面 朋友们觉得怎么样 这样的土牛改良 效果还是可以吧 我个人倒是挺满意的 没做到 这个表面 就是这家伙伴说